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哈喽大业 哈喽大业带你探索学习的世界 每个礼拜四为你介绍一个学习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学究竟在学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现代人生活忙碌 休闲更显重要 近年来休闲产业求情求辩 不断与其他领域结合 发展出新的休闲形态 今天的哈喽大业就要和大家 一起来探索休闲事业管理学系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大业大学 休闲事业管理学系林淑芬主任 主任的研究领域包含休闲游戏行为 休闲运动管理 生涯发展与职能分析 高龄者休闲等领域 他也积极带领学生走出教室 透过服务学习活动实践休闲专业 节目一开始 请主任先跟听众朋友打成招呼 主持人 各位正在收听哈喽大业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大业大学休闲事业管理学系的 林淑芬主任 在此容我先跟大家 说一个打招呼一下 大业休闲绝非等闲 大业休闲创造无限 休闲系不只是会玩 更懂得教你怎么玩 请主任为大家介绍 休闲系的教学特色 如何结合课程以及多元活动 培养学生成为兼具服务热情与专业能力的休闲人 好谢谢主持人 首先 无聊是人生最大的负担 休闲是克服无聊的有效的途径 休闲系呢 在课程的规划上面 有三个组合 那我们首先是有关于休闲活动计划的部分 那在课程的设计上面 大一学生呢 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会先从游戏设计与带领的课程 然后到活动的体验 以及到大二 有开始有了团体动能 以及突破休闲设计与管理的课程 那这一门课程呢 非常的有趣哦 老师呢 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到和欢山 进行他的期末考试哦 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休闲产业经营的部分 休闲产业经营部分呢 我们有一门课叫做游乐园管理 那这游乐园管理也刚好是我上的课程 那在这一课程里面 呼应了我们国内 3691 建湖山 六福村 九族文化 还有义大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乐园 那在课程里面呢 老师呢 透过吉祥物的设计 以及到最后要完成期末的一个 呃 梦想中的一个游乐园 呃 自己可以发挥创意 然后也分组再做进行 另外呢 我们还有 有关于呃 新兴休闲产业的部分 那在呃 系上呢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空间 呃 有雷射枪 呃 让孩子呢 可以呃 接受到呃 这个呃 外外面业者 他们实际上需要的一个活动设计 以及产业的一个连结 还有我们在户外游戏的部分 呃 也推广了走神 还有定向休闲运动 这个部分 另外第三个是区域振兴发展的部分 区域振兴发展呢 呃 我们在呃 呃 林晴天老师的一个课程带领之下 呃 到了社区去进行了一些呃 人文地理 景的这个呃 呃 盘点 然后再进行人物的访谈 以及资源的一个呃 这个活动的设计 回馈给社区 然后带动社区地方创生 等等的一些连结 呃 另外还有呃 学生非常喜爱的社区小旅行 那利用呢 两天一夜的无垠小旅行 以工换数时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能够进行实地的一个呃 课程的体验 还有回馈 无垠小旅行呢 他是他是呃 由学生自行呃 去呃 跟呃 地方的这一个呃 他们想要去探访的区域 然后呢 去接洽 那呃 跟呃 呃 我们呃 地方人士呢 来说明说 他们来呃 这一个地方呃 旅游的目的 那透过学生他们的规划 然后不用花钱哦 学生可以帮助这个业者做 进行的行销 然后也可以在地的一个体验 呃 地方上的一些呃 物产啊 还有采收啊 实地上的去呃 进行一些呃 居民的生活日常 休闲的课程呢 呃 不现在教室哦 我们很多的课程是呃 在户外进行的 那嗯 有关于呃 校内的活动的部分呢 学生参与校内呃 一些大小事物哦 那呃 在服务学习的部分呢 呃 包括了我们呃 有一些 非营利机构的家福中心呃 有一些的呃 这个新院树 还有宏道老人基金 福利基金会的光怀 老人独居老人 呃 那也参与了一些呃 临近乡镇的社区发展 包括地方创生 还有活动的推广 那其次呃 我们孩子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在学期间呢 呃 有办理营队 那营队的特色呢 是由同学自行呃 募款 呃 那募款的活动里面呢 呃 我们我们老师还是会在旁边辅导的 那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呃 学姐 学长 带着学弟妹一起共同去完成 营队的呃 这个呃 目的和目标 那透过呢 服务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 让学生可以发现 自我的价值 并相对的也提升了地方的一个能见度 还有创生的一个价值 呃 休闲系处于管理学群 跨游气运动学群 想请问主任 什么样人格特质的高中生 适合选择休闲系 内向性格的人 也可以念休闲系吗 呃 休闲系呢 它其实是一个呃 非常广泛的一个呃 范畴 那我们游气运动学群呢 呃 包括了有四大的领域 包括观光事业运动管理 餐旅管理 以及我们的休闲管理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学生来源 很广泛的 那呃 特质的部分 其实他 嗯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会呃 希望说孩子具有所谓的领导 协调 那呃 因为呃 毕竟休闲 它是一个服务产业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连结 还有就是呃 呃 对人的一种 这个呃 对对人的服务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抱有呃 热情 还有同理心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呢 呃 也许呃 对于孩子来讲 会是呃 更好的 那当然 内向的性格 呃 在呃 我们的课程上面的设计 不一定大家都是往台前走 呃 有些也是需要在幕后准备一些呃 场地器材的规划 那甚至呢 有一些呃 业界也是需要有OP的人才 那所谓OP就是在 比如说旅行社 他们在做一些游城的规划 或是行政事务的联系 这一些也都是属于呃 可以让这一些 呃 内向性格的孩子们 哈 来呃 这个适应的 我觉得呃 其实孩子呃 我们是没有拒收的 就是只要他是呃 呃 一个有兴趣 然后就可以的 好 那有关于休闲系 如果学生是属于比较内向的 那其实呢 在内向的性性格里面呢 他是谨慎的 小心的 那也许他的呃 思考逻辑会是更加的 呃 别人看不到的 那我们也欢迎哦 这样子呃 内向的孩子们一起加入我们休闲系 前面谈到休闲系培养学生活动规划与执行等多方面能力 最后请主任介绍休闲系的未来出路与成涯发展 毕业可以投入哪些工作 好 首先呃 休闲是呃 服务业 那我们呢呃 呃多多重的一个与人接触的一个管道 有分为休闲活动业 还有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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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还有观光旅游业 导游以及领队 还有OP等 第六个可能还有餐旅饭店业 那我们因为是国内第一所 休闲系所 所以呢校友分布非常的广 那星巴克影条的这个 也是我们这个校友 很杰出校友的一个工作 也蛮多人 提西了很多的学弟妹到星巴克工作 那还有福隆饭店 还有远雄的月来饭店 餐饮饭店业 也是属于我们在辅导学生的这一块呢 是很重点的 那最后呢就是升学的部分 升学的部分呢 我们每一年都有学生 考上国立的一个这个研究所 那包括了东华 以及北市大 这一些都是我们学生呢 未来就是除了在系上 有4加1的这样子的一个升学管道之外 另外我们也会辅导学生 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升学 同学在经营管理规划养成下 可以对应到的产业非常的多元 那提供在大三实习的部分 包括了知名的星巴克 以及油气产业的六福春 以及饭店业的福隆 还有远雄月来等休闲活动的部门 那如果说同学对于活动的本身 可能善于规划 还有设计 那他也未来可以走向 活动的顾问公司 公关公司 那比如说像百货业 他们经常呢需要有一些活动的营造 那这个呢也是属于休闲系 同学未来的出路哦 谢谢主任精彩的说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四再见 如果你喜欢Hello大业 别忘了按赞与追踪哦 拜拜 拜拜 我在大业每天都有清间市 Hello大业 每个星期次与你空中相会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要一手掌握大业的大小事 也欢迎在Facebook YouTube 追踪大业大学 或大业人新闻网哦 úsica 字幕志愿者 杨保护